五歲仔說不想在中國住引發共鳴 幼稚園被調查 劉沙野再激怒歐洲 分析指是高層授意發言 80名議員要求驅逐 漢建撐台強硬回擊中共 尋石月鞏固同盟訪美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4月25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外雪兒 潤出中國似乎成了當下中國人的一個大目標 近日網上影片顯示 一名五歲小孩被老師詢問為何來讀書時 他認真回答說不想在中國住想去英國 沒想到童而無忌遭官方以不當言論為由封殺 據傳幼稚園亦因此遇到麻煩 我也想在中國住想去英國 這名只有五歲的男童 在講出上面的回答時 是很單純和誠實 他無論怎樣都想不到 自己誠實回答老師的一個提問 講出自己的夢想 竟然會被認為踩到中共官方的紅線 被棄稱為年齡最小的欲華分子 不過那個男子的影片在網上被熱傳 引發共鳴以及各種熱意 有民眾讚個男子 志向遠大 希望你夢想成真 年紀細細 這麼明白是你 這個小孩至少走三十年彎路 還有民眾為小朋友擔憂 風趣地說 沒有了 一定被某黨記錄在案 不僅僅護照辦不到 還會終身禁考公務員 這句毛記童言 很快受到中共的網上管制 相關影片被網管實施了控評措施 相關的鐵文、留言直接被消失 之後的影片目前已遭到官方下架和封鎖 更荒唐的是 有消息說 這名男童的話 被官方扣上了不當言論的帽子 個小孩就讀的幼稚園 現在已被官方以教育失職為由進行調查 有民眾留言表示 年齡太小 還未學會說謊 連三歲童年都融落 到底在怕什麼 中共駐法大使盧沙野的戰狼式發言 再度激怒國際 21日 盧沙野接受法國傳媒訪問時 宣稱前蘇聯國家 包括烏克蘭等都沒有正式的國際地位 引發國際社會譴責 有近80名歐洲議員發表公開信 呼籲法國外交部驅逐盧沙野 有分析指盧沙野被安排出來發言的意味濃厚 內容受益於高層 盧沙野接受法國電視一台新聞台採訪 其中主持人 詢問到克里米亞是否屬於烏克蘭的問題時 盧沙野並未正面回應 不過直指 前蘇聯國家 在國際法上 沒有主權國家地位的言論 引發熱議 在英國時 當時的聯合國際法國際法律 英國際法國際法律 連這些島等聯合國際法律 他們也沒有正式的法律 他們沒有正式的法律 權與英國際法律 因為他們沒有正式的法律 因為他們也沒有正式的法律 美國 practices 跟他確實的法律 在這個島民國際法律 還在動嚇臺灣 說中共為統一 將不擇手段 法國戰狼策略研究基金會 FRS研究員博達安在推特驚訝地表示 中共駐法大使的言論否認了烏克蘭、立陶宛、愛沙尼亞等國家的存在 這些國家的駐法大使也出聲反擊 烏克蘭駐法大使奧梅爾·勤科發推文說 羅沙耶的聲明和先前中共聲稱 基於國際法支持烏克蘭和平計劃的立場不一致 立陶宛駐法大使則宇大嘲諷說 歡迎來到中共自小 這正正證明中共和俄羅斯有很多共同點 提醒歐洲不應重蹈覆轍 對於盧沙野顛覆國際常識的言論 到底是他釋言還是有安排而來 有評論指中共外交的規則是外交無小事 要求對外言行相當嚴密 盧沙野發出違背國際事實的荒唐言論的背後 應該是中共高層堅持他東升西降而精心安排的 選在法國也是有考慮的 他的目的是為下一步聯手普京對抗歐美做準備 法國總統馬克龍顯示出一定的遂境主義 這時候引起國際上的議論紛紛 大概王滬寧等著就設計要有一個人放風 放出中共真實的立場 為下一步做準備 那選哪個放風呢 就選法國 選法國 中國駐法國大使來放風 那麼叫三軍未動 輿論先行 就讓盧沙野充當一個 扮演一個黑臉 扮演一個醜決 到前台去放風 一舉就把中共的底牌掀出來 中共支持俄羅斯和普京入侵烏克蘭 不僅如此 中共還支持俄羅斯和普京 恢復前蘇聯的版圖 一舉當皮14個加盟共和國 重新恢復 然後習普聯手 重建前蘇聯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表示 盧沙野瘋狂言論並不似是失言 主持人提醒過他可以修改說詞 但他仍堅持表明是中共高層的看法 我並不認為盧沙野他是在記者的追問之下 出現了一時的口誤 這個主持人從克里米亞他一路追問過來 你可以看到就是盧沙野他的觀點是前後連貫的 而且即便他被這個主持人都追問到他 最後是無話可說了 他只能夠以喝水這個動作來掩飾尷尬 他都沒有說要修正或者說調整一下他的這番說辭 這能說明什麼 只能說明其實盧沙野他內部所接受的這個外交 外交部他們內部進行的培訓 或者是給他的通知 就是說這就是我們的立場 針對盧沙野的言論 23日近80名歐洲議員在法國世界報發表公開聲明強調 盧沙野大使公開宣稱前蘇聯國共和國在國際法下沒有有效地位 這種評論遠遠超出了可接受的外交話語範圍 這是最差的戰狼言論不應該回應 近80位議員在聲明裏指出 除了對有關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基本完整性構成嚴重侮辱 該大使的言論還試圖破壞可預測的外交關係所依據的基本原則 無論是中國或者任何其他國家 無權質疑他國的主權 主權不是一個外交玩具 而是國際關係、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的基本要素 公開聲明呼籲法國外交部長科隆納 需要回應這種無切的攻擊 盡快宣布盧沙野為不受歡迎的人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23日表示 盧沙野的言論不可接受 22日深夜法國外交部發表聲明 對盧沙野相關言論感到驚惡 並要求中共當局澄清立場 南韓總統尹錫悅和夫人金健熙 24日受美國總統拜登的邀請 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對這次南韓總統 時隔12年訪美的議題受到關注 之前尹錫悅撐台發言及南韓罕見的強勢批中方外交失禮等一連串強硬外交 令尹錫悅這次訪美備受關注 韓媒《中央日報》報道 尹錫悅24日訪美的日程是7日午夜排到滿曬 期間將會訪問華盛頓和波士頓 27日尹錫悅將在美國參眾兩院聯合議會演講 南韓總統室20日表示 這次訪美的意義在於鞏固韓美聯合防衛態勢 加強延伸威懾 經濟安全合作具體化 支援兩國未來一代的交流 加強全球焦點問題的合作等 延伸威懾這個概念是指 如果南韓受到核威脅 美國將會啟動核保護傘或導彈防禦系統 提供美國本土水平的威懾力 南韓在之前以文在寅等主導的親共政權 在自由民主和共產獨裁的對抗中 選擇了對中共的綏正政策 與美國的關係出現裂痕 12年間南韓總統沒有受到美國國事訪問的邀請 上台一年的尹錫悅 基本兌現了他競選時的承諾 重視入媒同盟關係 與中共保持距離的外交政策 尹錫悅在訪美前19日接受路透社採訪時 就在台海緊張局勢表示 中共試圖用武力改變現狀 南韓和國際社會一起反對這種改變 台灣問題不單是兩岸之間的問題 就像韓朝之間的問題一樣 它涉及範圍已經超出本地區 只能將它視為全球性問題 就此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0日辯稱 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不容他人致灰 南韓外交部發言人隨即做出強硬反應指出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對此發表了難以啟致的言辭 我們必須指出這個嚴重的外交失禮行為 令人質疑中國的國格 南韓輿論認為 南韓外交部動用國格這樣的詞彙 點名中共當局實屬罕見 南韓外交部當日還召見中共駐韓大使型海明 就中共對穩世瑜涉台發言做出的評論 提出強烈抗議 之後21日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出席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 南英論壇開幕禮並發表演講 其中針對台海局勢 它威脅國際社會說 在台灣問題上玩火者必自焚 當日南韓外交部官員就秦剛的言論回應說 南韓政府將始終一貫堅持 寄予互相隔守國格和禮儀 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精神 推進韓中相互合作的立場 希望中方亦能響應、謹然慎行 另外尹錫瑜還表示 如果烏克蘭發生大規模針對平民的攻擊 將超越人道主義和經濟援助 擴大對烏克蘭的支援 這是南韓首次表明向烏克蘭支援武器的意向 對此俄羅斯總統辦公廳表示 相應發言意味著加入戰爭 南韓政府回應說 韓方今後的舉措將取決於俄方的行動 圍繞台海問題、俄烏戰爭、中韓、韓、俄之間出現激烈交� 特別是中韓之間出現幾個回合交手 雙方延遲厲害、針鋒相對實惠罕見 南韓前統一研究院長 南韓建陽大學軍事學教授金太宇 21日對大紀元表示 目前北韓核武問題很嚴重 對南韓來說 加強韓美同盟、加強抗張壓制 加強韓美日保安合作都變得非常緊張 他說在北韓核武威脅下 南韓需要在朝鮮半島落實與北韓相應的核武軍行 這個需要美國所擁有的核武影響力投入到朝鮮半島 以達到核武軍行 其中的核心是需要美國在朝鮮半島重新部署戰術核武 所以出於要獲得這個核心外交成果 南韓政府對中共和俄羅斯進行了強硬發言 他還表示 如果中共進攻台灣 南韓會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南韓將會非常危險 因為這個時候 西方國家、美國和日本都會去支援台灣 朝鮮半島會出現空白 如果發生嚴重情況的話 朝鮮半島就會失去保護的力量 針對南韓政府今次對中共和俄羅斯的發言 特別是對中共的強硬回應 金泰宇認為這是南韓放棄戰略模糊政策 選擇與美國站在一起 因為南韓別無選擇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此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雅